米粉呢在全国各地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吃法 在粤菜里边呢我们有炒河粉 在淮阳菜里边呢有炒米线 在滇菜里边呢有过桥米线 那么在新疆呢我们这个米粉也有一个特殊的吃法 就是新疆炒米粉 今天老刀教大家一个新疆的炒米粉酱 学会了这道酱 您走遍天下都能够吃到地道的新疆炒米粉 保证让您一晚穿越到新疆去 首先呢我们要来加工这个米粉 通常呢我们买到的这个米粉啊 都是干的像粉条一样 那么这个米粉呢我们买到以后就把它放到浓水里边 一定要浸泡超过两个小时以上 达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它比较的柔软啊 这样子呢就是折不断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水开了以后呢我们把米粉放到锅里来给它煮一下 煮的时间呢大约在一分半到两分钟的时间的煮制 让这个米粉呢充分的回软充分的软透 那咱们这个米粉呢煮好以后 我们把它呢捞出来 直接把它放到冰水里边 这样子呢一热一冷之间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米粉呢有一个非常非常Q弹的一个口感啊 就是这个步骤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做米粉的时候 哎这个米粉怎么没有精神啊 摇起来的时候呢软绵绵的 没有这种Q弹爽滑的这种劲道啊 这就是你没有过冷水的一个原因 新疆炒米粉做的好不好吃 除了米粉的口感之外呢 它有一个灵魂的酱料 这个酱料的味道炒得如何 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准备什么呢 要准备洋葱姜和蒜的末啊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剁三椒 这个泡三椒呢有三种辣椒 一种呢是新疆板椒 一种呢是红线椒 一种呢是小米辣 也就是说小米椒 这三种辣椒呢我们都要把它泡软以后给它剁碎 剁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我们炒出来的新疆炒米粉的辣酱 才足够的红量 才足够的香口啊 大家可以根据不同辣椒的比例啊 根据您自己的需要 可以把这些不同辣椒的比例呢有所增减 今天呢老刀用的这些呢 大约都是一比一比一了啊 都是10克的这种干椒 然后我们把它泡发以后呢给它剁好 这个下料的顺序也很关键 来我们呢先往锅里加点油 这个油的量呢大约在30毫升左右 那我们这个油温呢要给它升到大约五重热左右的一个温度啊 也就是说中等的一个油温啊 然后我们把洋葱姜和蒜的这个末给它放下来啊 这个洋葱姜蒜呢我们都用到10克左右就可以了 先给它炒香一下 然后呢我们把刚才剁好的这个泡三椒啊 我们给它放下来 炒香 我今天下料的这个顺序啊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啊 不能搞反啊 搞反了呢有可能就会粘锅就会糊锅啊 辣椒给它炒香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红油豆豉给它放下来 然后呢把这个豆豉香给它炒出来 我们的红油豆豉呢大约用到了10克左右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皮线豆瓣啊 皮线豆瓣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啊 给它剁细一点剁碎一点 因为皮线豆瓣里边的辣椒呢 比较的怎么说呢 比较的韧一些 你咬不动啊 所以说呢我们要把它切碎切细一点 然后这个皮线豆瓣酱呢 大约用到了20克左右啊 给它炒香 大家看现在呢 这个红油的亮度又会更足了啊 因为皮线豆瓣呢 它就是一个出色的一个作用 好 然后呢我们把黄豆酱放下来 黄豆酱呢 主要是在这里边起了一个中香的 中加一个酱香的一个作用 给它炒散 炒香 来 番茄酱下来 番茄酱和黄豆酱呢 我们都会用到了10克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到番茄酱呢 这个番茄酱的味道呢 有点酸 有点甜 它有这个很好的发色作用 同时呢 它还可以把我们的辣度呢 调得比较的柔和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所以我们这个番茄酱呢 一定要适度的加一些 炒酱的最后呢 就是要加铁面酱啊 给它炒香了啊 为什么要最后加呢 因为铁面酱最容易粘锅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酱呢 差不多都已经炒香炒透了 我们就关火啊 因为这个芝麻酱呢 它在炒的过程当中 它会容易地发苦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停火以后 再把芝麻酱放下去啊 10克的芝麻酱放下去 炒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糖了 糖呢 大约在10克左右 3克的最新 2克的胡椒粉 看到10毫升的蚝油 10毫升的酱油 这个调味的工作呢 就结束了啊 哇 太香了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麻酱的香 包括我们这个辣椒的香啊 你看看 我们炒出来这个酱 红红的啊 非常的有食欲 平时呢 我们在内地都是吃馒头 比较多一些 对吧 我们在新疆呢 吃囊也比较多 就这个酱 你就站着囊吃 也很好吃 好了 我们把这个炒好的酱呢 盛出来 放到一个小碗当中 这个酱炒好以后 我们长温放置啊 大约呢 一个月左右 都不会坏 所以你一次性呢 可以多炒一些 都没问题啊 米粉呢 我们给它加工好了 辣酱呢 我们已经给它炒好了啊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一个 正宁八井炒米粉的一个过程了啊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要把它的一个配料 给它加工好啊 首先呢 我们要加工的是一个油菜 油菜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油菜心啊 就是把外边呢 比较粗老的这些大叶给它去掉 然后呢 我们只留这个 比较鲜嫩的菜心的部位啊 然后呢 我们还要准备芹菜 就是要把这个芹菜的筋儿 给它去掉 就是这样子 一掰 然后就把它扯出来就行了 芹菜呢 给它去掉筋以后 你再吃它的时候 只有爽脆 只有多汁啊 它没有这种纤维感 嚼也嚼不烂的那种感觉 芹菜呢 我们给它去好筋儿以后呢 我们给它切抹刀片 抹刀片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向前一推 向后一拉 看到吗 就这样子 那我们芹菜呢 大约切50克左右就够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处理鸡腿了 我们把这个鸡腿的骨头呢 给它去出来 然后呢 把鸡皮也要给它包掉 拽下来就行啊 但是呢 为了不让大家吃过多的油脂 那我们呢 就把这些脂肪层了 就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去好皮 去好骨的鸡腿肉呢 我们直接切成片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鸡肉呢 我们大约给它切成三毫米厚的一个片就可以了 稍微的厚一点啊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它会有那种吃肉的感觉 就会比较有满足感 我们改好刀的鸡肉呢 我们要给它 给它买一个味道啊 给它简单的入一下味 我们呢 盐 味精 胡椒粉 那都是两克 淀粉呢 大约我们给到五克干淀粉 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给它加上十毫升左右的料酒 给它拌匀一下子 让我们的鸡肉呢 有一个入味的感觉 万事俱备 只欠登峰啊 剩下的呢 就是一个炒米粉的一个过程了 非常快啊 只要你把所有的食材呢 准备好 炒菜的过程呢 非常的快 首先呢 我们往锅里放点油 这个油的量呢 大约在15毫升到20毫升都可以啊 就是多点少点呢 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刚才上过姜的鸡肉 放到锅里来啊 慢慢的给它炒熟 好 随着油温的升高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炒起来啊 把这个鸡肉呢 给它炒起来 让它呢 受热均匀 因为呢 我们给这个鸡肉上姜了 所以我们这个鸡肉呢 会非常非常的软嫩 好了 鸡肉呢 完全已经变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洋葱放下来 好 洋葱呢 炒到透明了 然后呢 它这个洋葱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我们开始放辣酱 今天呢 我们做一个中等辣度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放三勺辣酱 我们辣酱炒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酱油了 酱油呢 给到十毫升酱油 然后呢 把水放下来 水的量呢 大约在两百毫升左右 然后呢 把我们刚才过过冰水的米粉 给它捞出来 放到锅里来 大火给它煮开 那我们这个开锅以后啊 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油菜仙和芹菜放下来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调一调口味啊 如果觉得这个口味合适了 就不用多放了啊 好嘞 出锅 这样一个新疆炒米粉就已经炒好了啊 来 赶紧尝一尝吧 这个呢 很有食欲的感觉 这个米粉呢 非常的爽滑 非常的稀料 而且呢 到你的嘴巴里边去以后 那个辣度很适中 吃米粉呢 也有一个讲究 就是中途呢 一定不要停 只要你一停下来 这个舌尖上的这个辣味啊 那个辣的感觉 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 一跳一跳的